在台湾有一条溪叫做着水溪 着水溪是什么意思呢 对政界的官员来说 那是代表着蓝色的政权 不容易跨越的一条界线 但是其实着水溪只是着水溪 它是上帝恩赐给台湾的恩惠之和 他沿岸养活了无数的果农 菜农或者是稻农或者其他的农夫 这些新型的农夫呢 让这个地区变成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食物的供应的场所 小峰于3月21日前往彰化的西州 才发现这个着水溪呢 它除了跟一般的吸水一样 有灌溉的功能呢 其实它的着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我就带了那个着水溪所沉淀的沙 清理同好委员呢 拿给各位看一看 我是这个很辛苦把它那个河沙拿出来 然后放成一个瓶子给大家看一看 它的灼其实就是它的优点 在全世界这样的河流并不多 因为这里头还有非常宝贵的成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着水溪所产的那个米 那么好吃的原因 可是现在非常奇怪的 我们农田水利 却把这个溪水呢 打算拦截下来 然后把着水溪的着水变成清水 变成清水 着水溪就是要给它着 为什么要清呢 因为有一个单位叫中科 中科呢 打算要用清水 因为他们工业用水呢 没有办法用这个有营养的这个着水 他们就打算要过滤以后用这个清水 于是他们就去开 那个大规模的 占14公顷的沉沙池 打算把这个水变成清的 我想这是蛮狂妄的作为 我们把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着水 要去变成清水 来供给一个过气的科技产业来使用 事实上呢 中科的科子应该不是科学 只是科技 而科技是过时的 我们为那个过时的科学 为朱敬寅先生说 并不重要的这个产业 似乎可以淘汰的这个产业 而去改变我们整个吸水的生态 这个是愚蠢 是错误 是傲慢 也是不可原谅的 不可原谅的 内心中的那种罪恶 所以呢 本习非常诚恳的要求 各位能够好好的思考 我们整个的 感谢观看